手游酷玩 让他降速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跑到第一名 但缺点是如果敌人是这种火箭赛顶的话 他会有一个瞬间加速直接超越我们 由于长枪赛顶的攻击距离比较近是够不到的 这样的话也是一个无解 但其实本身我们的长枪赛顶的属性还是不错的 应该去优胜于这些火箭赛顶 本次比赛也是成功获得了第一名 这第二场是速度赛 速度赛的话就需要一个很好的把控 因为速度非常快 场面会有一些障碍物 一定不要撞到上面 你看对面的话这个赛艇就比较快了 其实速度赛我们是不建议吃这个潜艇的 因为潜艇的话并没有增加速度 反而不如我们 以本身的船体进行加速 汤姆猫的赛艇第二步的话对比一代的话 还是有质的飞跃的 第一代 只是一张地图进行一个 赛艇模式 并且是跟自己较量 属于是一种单人模式的比分阶段 但到了二代 汤姆猫家族的全部五支成员都进行了出战 并且跟汤姆猫跑酷是一样的 解锁方式也是差不多 去升级老家 然后去解锁人物 没想到他们的顺序竟然都是一样的 起初初始人物是汤姆猫 然后是安吉拉 中间第三号是汉鹤狗 然后是金节猫 最后的话都是狗狗本 而且每张地图也是有自己的风格 像这个地方应该是金节猫的沙堡 也算是金节猫的水上乐园 狗狗本想要完成他的世界巡回赛 利用长枪赛艇征服全世界的水手 这关巨石乱阵还是比较坑的 我们的对手可以看到已经全部淘汰了 那么这第一名必然是我们的狗狗本 二三名竟然没有人领奖 五次比赛全部完成可以获得一次任务箱子 咱们来看一下箱子看看能不能获得一次长枪赛艇的升级卡片 因为长枪赛艇的话本身属性就不弱 如果再经过升级的话 那么将会是如虎添翼啊 这款游戏依然是四星评价也是比较推荐的 喜欢看我们视频的朋友们请订阅手游酷玩 再解锁一个新箱子 好 再次出战 对面的话竟然是一个德国选手 他竟然是穿着这个青龙珠主题的这个服装啊 之前有一次官方推出这个合作活动 像这里面的话这个跳板是可以跳跃的 然后岩石以及土块是不能撞击 如果你去撞击这个岩石以及土块 那么游戏必然会终止 还有迎面过来的这些大船 都是非常坚硬的 我们这些赛艇是经过改装的 全部为轻量化的这些赛艇 是不可能跟这些大船硬杆 一定要避开他们 终点就在前方保持第一位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让后边的人超过去 他们已经全部被淘汰了 那么本期游戏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看我们的视频 请订阅手游固软 我们下期再见 请订阅手游软 词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